原本以传统燃油机车为主的车流 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电动机车加入 根据调查今年一到二月 燃油机车新的领牌数 比去年同期衰退10.4% 是连续12个月出现负成长 而电动机车在2022前两个月表现亮眼 成长率都超过百分之百 民众买车选择明显向电动机车移动 除了中央补助 各县市政府也加码 目前来说台北市的补助 其实有额外政府振兴加码 那其实新北跟桃园也有 那这三个区域刚好人口也比较多 所以其实现在销售量其实提升蛮多的 台北新北和桃园最高补助有两万七千三百元 基隆台中台东和花莲也都补助超过两万元 相当有吸引力 预期会带动一波换车潮 业者趁神追击 推出冠军车款的紫色限定版 其实在配件的部分也有提供像歪架 然后像我们灵魂子限定的安全帽 看中女性市场 全台门市在三八女神节期间 还有事成专属里 希望民众亲自体验灵魂子魅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